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懶眼旁觀的時候 我們又請到智慧的懶眼 去和大家聊聊天 有什麼要聊呢? 懶眼就一直都 觀察事情非常入味 這個也是各位網友 很喜歡看他的節目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聊 另外不同的 相對說比較不同的議題 懶眼今天有什麼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好 各位好 今晚呢 我的題目呢 就是想講一下英國的 之前我都很集中都會講一下 中國有我們的祖國 有多值得我們的尊重 有多值得我們去擁戴的 也都講了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是幾難民可貴 做了多少為國為民的事 但是我好像就只是講中國的好處 你可以說英國都不是差而已 美國都不是差的 我今天就跟你講一下英國 怎樣不堪 我現在用幾個詞語來形容 今時今日英國的情形 就是窮途沒路 江山書盡 口眼無恥 口眼無恥 來日無多 我總共會解釋給你聽 厲害 首先我最剛剛 早 昨天 早 一兩年前 就 中國就在 公海裡 就罵到 一個英國的戰艦 一個英國的船 那麼 就在這裏面 有很多寶物 都是兒和園的寶物 這些就是當時 是八國聯軍 英國搶了這個兒和園的寶物 就沉著船沉著 沉著 沉著海 現在中國就打爛起來 居然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英國要求中國交還那些保密給他 我覺得這個行徑 那種荒唐的情況是到了什麼程度呢 荒唐就等於有個男人去了勾別人的老婆 誰知道老公一回來撞破 他就方不擇路 走掉了 但發覺就留了個電話或者銀包之類之類 他竟然口顏無恥到打電話給他老公 說留了個銀包或者電話在他的家裡想拿回 這些是什麼人呢 是什麼國家 是一個去到窮途沒路的人才會這樣做 是吧 就是說你現在在別人那裏搶別人的東西 船沉了 你竟然要當那些是他的 他竟然敢叫中國歸還給他 好了 你想想 你可想而知 現在你們很喜歡去英國是那個什麼國家 這個不是說這年前的事 好像是2021年或者2020年 2020年的時候,這件事真是一兩年,如果我是英國人,我覺得都很醜到不知道怎麼說才好,這是國恥,同意 好,我現在就講一講,他一個人,我上一集都講了,有頭髮,沒有人想做拿捏,但是英國就很值得的,他就,無論有沒有錢,有沒有頭髮,他都喜歡做拿捏的,他當年,他搶這個八國聯軍鴉片戰爭,迫害中國,是吧,口取豪奪, 他直接是,又要逼向中國,又要割讓這個,又要租借這個,不是割讓,是租借這個香港給他,做很多很多的行為,都是講的,他當時不是,不是現在這樣的環境,我當時去好環境的,是大嬰,大不裂瘋,是講的全世界都很多這個殖民地的, 他一樣一樣,趁你病,拿你命,人家搶他,老大搶賣一份,搶賣一份,所以,但是今天,他這麼窮,環境這麼差, 現在,他當然更加,比他之前有環境的時間,更加,不介意做拿捏,是吧,不介意做一個無賴, 就是說,他的骨子裡,根本這一幫人,這個國家的人,根本就無恥, 上一集我,有一集我講過,英國就是這個偽君子, 美國就是真小人,好了,但是現在他連偽君子都不做了, 現在他講的是,直接施破臉,是告訴你聽,我就是爛仔,我就是橙, 好了,那現在我說今天,為什麼我說他是窮途沒路呢? 我現在繼續跟大家講,他為什麼是窮途沒路呢? 一個是窮途沒路,意思就是,全部去路,然後有追兵, 如果不是,你沒有人追,你都不用,沒有前路,沒有人追你, 但是有人追,你就不同,那你當然希望前面有路,是吧? 但是現在,我先講他的,沒有那個前路,是哪一方面沒有前路呢? 第一,他現在呢,就退出了這個歐盟了, 退出了歐盟,這個呢,其實都是,他都是受人所害的, 他根本那個,當時英國的民意,是大,即是大,即是說的, 應該是不脫歐呢?是佔優的, 是,沒錯。 我記得應該是第二次,這個公投,他才輸的, 他才決定了退出歐盟的,當時呢,是結果出來,是, 他們決定退歐 退出歐盟的時間 全國簡直是傻了 想不到搞出事了 最初打算是怎樣都不夠票 退出歐盟的嘛 所以那幫年輕人 就貪玩 就去投票 退出歐盟 那個老人家 又不懂事 那些小孩子叫他們投 他們就投 終於求仁得仁 終於成為定局 要退出歐盟 我記得那時候整個英國說不算不算 再來選一次 再來選一次 沒錯 很有印象 你想一下當時為什麼不可以再去 既然大家都說差點後悔了 我們都不想退出了 其實都可以再做的 誰可以讓你做的 根本退出歐盟就是美國後面操縱 美國在裏面做很多事情 他就是希望你退出歐盟 這樣就令到他沒辦法選擇之下就一定要永遠都要靠著美國 我怎麽可能會讓你做到這件事呢 當時最賣力去推出歐盟的人 就是今時今日的約翰遜 這個人 絕對是 完全同意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他是一個脫歐派 脫歐派 他以前做過倫敦市長 總之這個人都是一個 你看他的樣子都很精打采 好像整頭烏鷹在那裡勾住這樣的樣子 你都知道 他都是一個 講得很多 他都是一個垃圾人 這個 OK 好了 那當時就是他全力在護航 堅持一定要退出歐盟 就不給有第二次的公投 第三次的公投應該是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成為一個事實了 再加上他之前 還沒退出歐盟之前 他已經沒有加入這個歐元了 當時英鎊都是沒有加入歐元 這個人 當然他不加入歐元 這個人都是很大的 很多很多的因誘 其中一個因誘是因為美國不喜歡他這樣做 因為他不希望歐元強 他就影響了他這個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 他不可以隨意引美元 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因為如果有歐羅跟他頂住的話 他就沒有這麼如取如愧 那結果 首先就不加入歐羅了 然後就玩多10人20年之後就退出了這個歐盟 所以他被美國玩弄於鼓掌之間 他也都不到他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情況之下 他就說 終於又沒有任由歐元 也都退出歐盟了 但是他這兩個舉動 是導致到歐盟其他國家的人 最初是要求他不要走的 最初是求他不要走的 又動之以程 就是曉之意義的 這個德國的總理和法國的其他 總之歐盟裏面說得下事 那些國家每個都勸他不要走啊 千萬不要走啊 但是最後他走了之後 那幫人就反目成手了 你快點走 不要在那裡拖 結果後來他退出這個歐盟都搞了很久了 都拖了兩三年了 是 那給這個歐盟一直設定那個死線 幾時幾月之內你要搞定了 就一拖再拖 到最後最後呢 結果都是退出歐盟了 這個有個說法叫做恩愛誠恨 這個人說 凡凡這些配偶呢 就是你追個女朋友男朋友呢 你花盡心機 對他千衣百順 到最後最後呢 他就這個疑情別戀呢 你有多愛就自然有多恨的了 沒錯 那所以呢 那當時歐盟呢 就 現在是拋棄人的 大哥 你現在是說 是進了歐盟的嘛 你等一下後來你又拋棄人 但是歐盟對他好啊 大哥 不是對他差的 有很多優惠的 嗯 那結果呢 就 這個英國就做這個長頭草 就想左右逢源 那歐盟當然不讓你這樣做 所以歐盟後來都 其實歐盟都很有骨氣的 英國啊 Sorry啊 德國啊 法國那些都不是省油的燈來的 大哥 那麼 結果呢 就歐盟就 很討厭他啦 但是他賣了這個美國的懷抱呢 但是美國也不見得到他是自己人了 老老實實 嗯 你以為 你試試試看 現在英國和美國買 買天然氣 買原油 買石油 你猜有沒有折頭呢 當然沒有啦 我想應該沒有啦 是啊 那就是啦 是 那就是啦 嗯 那你看這件事情就知道啦 是吧 嗯 那麼 現在結果呢 就是 嗯 是跟著美國的膝蓋後面走的啦 嗯 好了 就是因為他之前不進歐元呢 也都導致到歐元呢 最初的構思呢 還有他那個做那個的目的呢 始終都達不到他們的目的的 那現在都是不成氣候的 因為他當時 整個歐盟的人 是全部國家 不是一起出一個歐元 那這個算了什麼呢 嗯 就是你做個滿漢全職 你說我請你吃滿漢全職 不過就沒有了個滿的 只有漢的 那就是不是滿漢全職啦 嗯 是不是 嗯 我請你 你在說那樣東西 你說我請你送個車給你 什麼都有 不過就差幾個輪子而已 嗯 已經完全失真了 嗯 好了 先天不足 後天就失調 後天呢 就再加上有很多那些 那些歐盟的那些窮國呢 就又不生性 嗯 就拼命借錢 又不是生產 那些希臘那些 嗯 結果呢 歐盟呢 那個歐元呢 始終都是呢 沒有辦法跟這個 是美元抗衡的 好了 但是呢 這樣導致到呢 因為裡面有窮親戚 有這個有錢的兄弟 那麼歐盟呢 都是口和心不和 嗯 就是表面就說一個盟 實際上呢 你就嫌我窮 我就嫌你煩 嗯 我又嫌你整天要說完事 嗯 你要發覺和這個 德國經常都爭話事權的 嗯 所以都是口和心不和 其實是勉為其難 就圍勞取暖 因為大家如果現在 不攬在一起的話呢 就被人逐個擊破 就更加死得快 嗯 因為歐洲那些國家呢 其實人口都是在說 around 最厲害的那些 都是在說 救一億的 英國都是在說 六七千萬 那麼法國都是這樣 那麼覺得是國際來的 屬於 有些更加少一些 一些更小的 好像瑞士啊 那些瑞典那些國家很小的 所以他一定要呢 是慰勞取暖 就組成一個口吻 那才能夠是 抵抗 這個美國啊 其他那些 他們認為是敵人的敵人 那麼 但是雖然他們說口和心不和 但是對於英國的態度呢 就窗口一致 在早 幾個月前呢 應該是G20了 就有一個會議 那麽我們在鏡頭上 一看下去就看到了 約翰遜就站在前面 那麽他一個人就插著 衣袋 這個約翰遜這些 完全沒有大將之風 好像呢 好像那個 劉羅一個黑衣那樣 就插著衣袋 那麽呢 就 馬克龍就 就沒有採他 就直接當他隱形 就直接跟他後面那個人在那裡握手聊天 接著其他人就個個在那裡嘻嘻嘻 他就好像呢 更慘的就做 做 這個國運是去到那裡的 你看看 你看看以前的政治人物 哪有這麽差的 你看看 我數給你聽 如果說說中國就不用說了 你看看以前的 周恩來 鄧小平 那個美國總統的 這個公司 就這樣做 那麽 那麽 呢 那麽 都在那麽 那麽 呢 那麽 就像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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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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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的約翰遜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一個很窩囊 還有眼神相由心身 你會看到它根本 它的內心其實是很自卑的 為什麼會自卑呢? 因為國家不強 為什麼今天我們中國這麼開心呢? 因為我們走出去我們很大膽 不是很大膽 很自豪地告訴人們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腰骨站直 我們是不會被任何人欺負我們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英國敢說這句話 我想它未必敢 現在去英國其實是很窮的 怎麼窮呢? 其實英國它現在是沒有什麼實質的經濟的生產力的 它以前最好的名牌就是 盧斯萊斯、奔利、Range Rover 那些車子或者Mini Cooper 這些說的是十幾二三十年前已經是賣光了 說的是家當都賣光了 現在英國吃什麼呢? 英國在說的是虛擬的經濟 所以倫敦是一個金融中心 今時今日世界上的金融中心就是香港 倫敦、紐約和東京 但是倫敦呢 是在說很出名的倫敦金 大家也聽過了 倫敦是一個 是很多各方面的財經的產品 金融產品 它都可以在那裡賣賣的 也可以這麼說 你都是屬於一個高級賭場 但是它本身 那些國家呢 它賣出去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 是可以賺到外匯回來的 你說它的軍工 我也聽不到它是什麼國家 因為它不是去賣些 人工貴 它那些武器都不是 說它貴得來 它又不夠美國那些先進 也不夠法國這個價列物美 所以它很少聽到這些國家 跟美國 用英國賣武器的 所以它都沒有什麼賺錢的能力 糧食那裡 它自己都六千多萬人口 它都不能夠做一個 是糧食的出產局 出產局 好了 所以它其實都沒有什麼錢的 但是這個時間呢 如果你說有什麼事情要借錢的話 它都很嚴重 第一歐元區 就應該不會理會它 問它大佬美國的自顧不下 是吧 它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印銀子 但是印銀子 一張銀子出來 就說幾十個人在身手 沒錯 幾十個人 幾十個人 自己還沒夠用 怎麼給你這麼多 好 好了 中國和俄羅斯 是 中國當然是借到給它 俄羅斯都還能夠做到的 因為它現在能源那裡 就賺很多錢 但是最慘的這兩個國家 現在呢 就容易得它快點死 因為它是美國的爪牙 我有什麼可能會幫你 嗯 好了 這段時間的通脹就非常之嚴重 嚴重到呢 是說著你現在 你上去一些網站 說著新聞 天天都在說著 現在那些黃人 過了去的那些 叫虎連天 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多嚴重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不在那邊 但是我在三年前 四年前 我去英國 在倫敦的唐人街 這個是我親身經歷 就拍了三個小時的車 拍車拍了三個小時 拍車拍了三個小時 哦 給了多少錢 是 唐人街 就給了33英鎊 嘩 33英鎊很貴 是啊 是啊 一對幾 八幾個小時 是啊 八幾個小時 那時候 一對十一 哦 OK 哇 給了33英鎊 嗯 這個絕對可以 經得考驗 因為我是親身自己給錢 我在那裡拍了 所以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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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呢 高到你難以難以 很難忍受 所以我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 我心情很平復 所以我現在在銅鑼灣 給30多元 30多小時 40多小時 我覺得很低 那我在內地 還抵 我在內地很抵 我租過車位 我現在在內地的車位 就2500元 一年 哈哈哈 專用車位 我現在在大陸 我有一輛車在大陸 我現在每天一個月都是250元 是的 很便宜 在哪裡 在深圳 在深圳的Coco Park 是 是 是 都在香港 在金融 你帶來 那些 那些 如果 香港 我們 其實 你 你 是不是 體制是有很相同的 很接近的 所以這兩個國家的政府營運的形式也很接近 所以兩個人的稅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些人就苦不堪言 你沒有聽過人走到英國 在英國發達了我就真的聽到沒有幾多個 發達到英國的我就見到很多 其實本身發達了 移民到英國的有 因為它不發達 它不可以移民到英國 但是去到那裡 而能夠在本土那裡做生意 令到發達的那些都有 不過就是少到難 少到不得了 因為那裡你賺到的錢 就會被政府抽下去 OK 所以為什麼現在那些人這麼傷 為什麼那些人過去呢 因為你在香港賺到的錢的退休金 你的所有的物業 當你成為英國公民的時間 到你死那天 你那些香港的物業 都要給你一半水 嗯 嗯 所以你為什麼這麼想香港人過去呢 你為什麼跟你有親呢 絕對是 絕對是 因為想脫掉你水而已 所以才會找你過去 不是想脫掉你水 怎麼會找你過去呢 對吧 我們有時候說得比較絕核 你真的以為那個膠製花貪美帥嗎 貪你有錢而已 嗯 嗯 你自己照一塊鏡子啦 嗯 你又不是說英文 你又不是白種人 你想想有什麼可能我會當你自己人呢 嗯 那些人還要過都會在那裡 還要說在英國呢 那些人在唐人街上吵拳巴閉 搞搞震 你都不知道人家當地的人都不知道多討厭你 嗯 好了 那現在內部政治是不穩的 不是啊 都很穩慎的 你以為 你想想英國那些首相 平均要多久都要換一個 你不懂的 嗯 有多少個 中途是被一個反對黨 投意不信任票又要下來呢 嗯 嗯 嗯 這個政治不穩 這個其實從親這個民主國家 多數都是政治不穩的了 嗯 美國就是政治不穩的 現在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就是 兩個 都不知道今天你死還是我死 我就是抓你 你又就是抓我 所以國家沒有空的 因為他用藥中在議席的嘛 是 你做總統你沒用的 你上議院下議院 你上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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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這樣的 你把刀不理就沒用 理就很危險 你那個政策好與不好 不好就沒辦法了 如果好 你都要找一個聰明的人來做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世界無論什麼民主呀 什麼什麼獨裁 其實都是人人人的事 說到底 不過呢民主的好處就是 可以大家互相制作 少數服從多數 但是這個世界 以前的少數服從多數是最公道的 現在就最慘 原來少數服從多數是最不公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次解釋過一次 公道、公平和平等的分別 公平就是多勞多得 你努力就會多一些東西 平等就是做36、不做36 所以這個世界 厲害的人 就希望公道、公平 差的人就希望平等 好了 民主就是講平等 因為人人都有一票的投票權 所以呢 就是蠢人、差的人、不努力的人 就控制了議席 那些厲害的人當然是少一些的人 因為人票數不夠 結果要聽命於這個蠢人的想法 所以這個世界 民主國家就越做越窮 今時今日有誰是民主制的國家 不欠外債的 你數給我聽 你數給我聽 很多 你數給我聽 即是數不到 說真的 債務一大堆 你數不到 你怎麼數到呢 沒錯 我真的數不到 總之限民主制度 我聽不到 我想不到 那個國家是不欠外債的 嗯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民主國家的人民 是個個都想做36 不做36 個個都不會努力去做事的 個個都希望政府養 每個人都有享受權利 但是沒有一個人 我做得多做得少 我都是分這麼多的 是 為什麼會做多一些 是 所以為什麼希臘那些 現在窮得這麼淒涼 我講過了 現在一個星期做三天半夜 嗯 沒錯 那有什麼辦法不死呢 唉 現在 現在 我再講講 為什麼 英國的內部政治不穩 除了在行這個 這個民主制度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的皇室 英國皇室 現在已經沒有了這個壓力 成為這個擺設的了 因為這幾十年 醜聞呢 就不斷這樣出來 那他的儲妃 其實是說的是皇室之光 大安娜 但是結果就因爲夫妻感情有問題 那他游出去 游出去 游出去有個男朋友 但是結果後來死於非命 他的兒子 塔利斯的弟弟 又是一個嫖妓高手 又是醜聞的聞百出 從尼我 而是 從尼我們 那一個 第三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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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川普 我記得做了 那個呢 我就說你什麼了 就是那些名字了 那個就脫離了皇室 結果呢 就出去就真是丟人烟眼了 這個真是醜死怪了 又走了去美國 就經常出去做 上去一些talk show 出去做這些人家的嘉賓 收這些錢 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 哥哥叫做威廉王子 太多名了 大哥威廉王子 現在說的是哈利王子 沒錯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已經是退出了皇室 被皇室趕走了 組了一個老婆 我老婆呢 又是一些很元族的人 現在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那個皇室已經是 如果說威廉王走了之後呢 我相信呢 她那個皇室 都是那個 日後那個的生涯都很難捱的 因為那個國家不尊重你 就當你是 尊重你就當你是神錦敗 如果不尊重你就當你是注米大蟲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什麼時候再慢慢的 那這個問題呢 這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白信 就算她們去到支撐清潔 這個 我想說 對 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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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所以國家其實內部都是很混亂的 所以很多的政策都不能夠延續的 因為新的執政黨上來之後 就會將之前的事情又推翻 嗯 現在那個情形就是說 現在英國最慘的是現在的環境 他以前是不能和人魚魚弱 又沒有錢又沒有面子 一個人沒有錢沒有面子最好做什麼呢 他偷搶 他偷搶 沒有說那麼多 如果我告訴別人我是隱形的 我不是在的 千萬不要看到我 這個是最聰明的做法 是不是 一定是的 好環境你就出來逛逛 不好環境你就不要四處走 很簡單 你那些中學同學 大學同學那些聚會 永遠都是那些找到阿蕭的 才出來廿文廿文的 嗯 沒錯 如果那些制裕不好那些 就不出來 嗯 那些女孩子那些 就嫁到好老公 有份好公 有兒子有女兒 靚仔靚女兒 那些就出來 發肆招戰 那些男孩子那些 做到高官 找到大錢的 就拿一輛靚車出來 就怕死沒有這個聚會 嗯 怎麼浪費 嗯 嗯 我告訴你 這個是真人真事 我告訴你 我幾年前去這個 法國的巴黎結塔 下面有個叫做鄉舍里舍大道 嗯 嗯 那這一條路呢 有個很特別的 因為你有些東西 所以讀萬卷書 不如讀萬卷書 不如讀萬里路 我去到呢 有一次 那一次我去到呢 晚上三點多鐘 嗯 整條街都是人 嗯 那種旺法呢 旺到怎麼呢 旺到好像呢 是你九點多鐘 的西洋菜街那麼多人 嗯 挺誇張 嗯 整條街 就坐在路邊在那裡 喝咖啡 喝很貴 嗯 我最記得那時候 是說的是大約是 七年前左右 嗯 一枝可樂呢 一枝尊莊可樂呢 就是十歐朗 嗯 十歐朗 你坐在那裡 嘩 喝一枝可樂都要十歐朗 嘩 但是呢 沒有位要排隊的 那為什麼呢 那我終於明白 嗯 整條街呢 由街頭到街尾 最便宜那輛車 都應該設在香港 嗯 最便宜那輛呢 都最少要兩百萬 嘩 林寶堅尼 法拉利 法拉利 法拉利啊 蓮花啊 是 這個 保時捷啊 保時捷啊 保時捷那些都已經不夠當刺了 嗯 還有一些超級跑車 那些是說過千萬的跑車 都停在那裡 為什麼 他就是要曬給別人看 我有這些漂亮的車嘛 你平時你這輛車 你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機會 你人家會看到 那輛車是你駕出來的 嗯 就是在鄉射里 石大道可以了 嗯 你這輛車排在路邊 然後你就坐在你車旁邊那裡 嗯 喝杯咖啡 或者人家看著你那輛車 走出來 或者走進去那輛車裡 這樣才是威風的嘛 嗯 嗯 所以為什麼那裡這麼旺 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個鄉射里射大道 所有法國最貴的一個名牌 都在那裡了 嗯 好了 同一個道理 那些這樣的 學校的聚會 同學會啊 那些這樣的 是一定是說著 越風光的人 才會最熱衷去參與的 是 逢請必到逢到必早的 嗯 嗯 但是問題現在英國 已經不是一個 是 很風光的時間 你說現在 人又沒有錢又沒有 錢又沒有 面子又沒有 人又老了 但是我現在最慘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就開始各個怎樣 各個國家已經 嗯 真正最差的地方 不幸的地方 嗯 今時今日還在那裡裝空作勢 嗯 還在那裡以強國自居 嗯 還在說說要 又說自己有多少艘航空母艦 又說說這件事 還要張牙舞爪 嗯 在那裡胡假虎威 在那裡胡假虎威 然後她們都很兇 她們都很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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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處結仇 現在到處結仇 人家那些顏色革命 你去大佬搞人家 他就去出兵 幫忙 人家去打伊拉克 他也幫忙 打阿富汗也幫忙 那就到處結仇了 搶回來的東西他就沒得分 但是那個仇人就在那裡 人家就承認他 說你有份打 好東西就沒有份分 加上就有份坐 你七人抓到就有份坐 應該做就不做 還有 貪圖小利 那艘船那些保密都給你都不發達 但是呢 很簡單一件事 你有個朋友說他很有錢的 很有錢的 那麼呢 有一天 他跟你去吃飯 找錢 人家那個餐廳就炒錯了錢 多了一百元給他 他就在你面前就開心了五天 那你覺得這些是什麼人呢 現在不是一樣道理而已 你現在說的 又說什麼大英帝國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你做賊的那些賊贓 你都敢叫人給你 這就是貪圖小利 對啦 總之 我有一集講過那個蔡根譚 他說貪小利 貪小便宜就是吃大虧 吃小虧就是佔大便宜 同意 現在呢 現在英國就是貪小便宜 那你說將來會不會吃大虧呢 那麼 貪什麼便宜呢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貪小便宜到去呢 吸收那些黃人 推出這個5加1 這個BNO 初頭是害怕你拿BNO來移民 說明是旅遊的證件來的 然後轉頭就 今天的我打 打到昨日的我 都不是 這個我現在可以承認你是一個 是一個移民的一個的憑政 是一個第一步驟的東西來的 這些人又是為了錢 或者是為了一些小利 他可以做事是完全沒有底線 完全是沒有原則的 為什麼 為什麼一些人可以 為什麼毛澤東我們說他都是一個偉人呢 是吧 他至少一樣東西 他當年是被蘇聯 是吧 就是欺負他的時間 喂 他那個腰骨夠硬 我是不會墮這個中國人的威風的 不會墮這個中國人的一個 那個骨折的 OK 那個骨氣的 他在最窮的時間 他都要去研發這個兩彈一聲 所以今天才能夠站穩 我窮 我是很窮 我連飯都沒得開 但是我也要去保衛自己的國家 你笑我還笑我 但是我也要做 我為將來的事情去做 我不會貪一些小利 但是問題是英國不是 英國現在在說 最慘的是你 你認窮而去做這件事呢 我也不怪他 很多時候有些人很貪小利 你也知道我不好的環境了 你不要怪我啦 你遷就我啦 不然就讓你走走走 你反而沒有這麼討厭 但是他在你面前 一天就浪費了 但是一看到那些小錢 就第一個時間就去搶 第一個時間就去霸 那這些人你說痛不討厭 好了 最好笑的就是現在 拿了吸了那些黃人去過之後 有些人用證圖 就是申請這個五階德過去 有些人有多少個是會這樣 那些這樣的政治 那些人渣 賣國賊 羅冠聰那些 那些是在說 是偷渡過去的 大哥 他不是用證圖過去的 有些是過去才說的 那他不是搞證的手續 那當然去到 還有人還有人跟他搞 但是他究竟 是不是用一個合法的途徑 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呢 我都還有一個懷疑 但是現在呢 韓蒜就找了一招 就真的賤到不用了 如果你是偷渡過來的 偷渡過來的 無論你是什麼理由偷渡過來 他都可以把你放逐去哪裡 去盧旺達 你知道盧旺達是什麼地方嗎 盧旺達在非洲的一個地方 在中國 他在1994年呢 是做了一件事 是全世界全球震驚的 就是種族滅絕 當時殺了多少人 殺了五十萬至一百萬人 實際的數目 沒有人就知道 但是估計就是五十萬至一百萬 最少五十萬 這個數目是什麼數目呢 這個數目還多過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都是三十萬人 好了 你可想知道這個盧旺達 是一個挺恐怖的地方 還有現在當權的那個人呢 都是在說你殺的 我殺你 就是殺剩那個人 現在那個人就是主事 都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好了 你講英國 又說什麼要民主 講什麼這個是世界公義 講這個講那個 你現在跟那個賊拍著做事 嗯 嗯 你跟他講好數 有些人麻煩你 我不想他過來 到時你來這裡 你給我搞定他 行了 你過來 大哥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會跟你招呼他的 嗯 那你說這個 英國是什麼國家 你想想想 你想想 你想想 你 你說又叫他幫你搞這個 顏色革命 他一定是顏色革命的搞手之一 嗯 嗯 好了 然後你又說我到時 搞不定我過來你收留我 是不是 又說你會看著我 現在講給我聽就說 喂 不怕啊 到時我會送你那個盧旺達 嗯 他說你真是認真 認真不知道怎麼多謝你才對 大哥 是吧 沒錯 沒錯 那你說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是不是一個 你說 是不是一個很不堪的國家 哈哈哈哈 絕對是 這個不堪難以形容 就是不堪難以形容 就是不堪難以形容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是有人和我們 還有這些黃人 在說現在中國怎麼差 我說中國怎麼好 最主要中國不好 普普通通 英國這麼差 就是現在說中國 就0至10分 中國就是 又不是很好又不是很差 只有5分 嗯 但是現在英國0分 嗯 那你已經不可能去到英國了 好了 但是現在不是 嗯 現在 現在在說 中國是說 我不敢說 10分 不敢說 就來就來10分 9分 現在 嗯 英國現在就是0分 你憑什麼話 告訴我 你要覺得英國 比中國 嗯 就是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說這些 要有客觀的理由 還有你說話要忠肯 所以我經常都說 那些人 爭論是無所謂的 爭論你爭論你爭論你又有理據 那我反而欣賞你 我不夠你說我會服你的 但是你說到我服才行的 嗯 現在你講 你說英國 英國還要講今時今日 說自己怎麼樣 你不要這麼多話說 人在做天在看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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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開心 跟英國 跟美國那時拍拖 走 嗯 搞到這麼多顏色革命 搞到這個蘇聯分裂 是不是 嗯 蘇聯分裂了 但是我告訴你 我又冷眼又 做一個 又做一個 語言 OK 看看什麼時候輪到英雷三島 又分裂了 哈哈哈哈 這舉國很快 哈哈哈哈 是 好奇怪啊 嗯 蘇格蘭 蘇格蘭 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 明顯預告 因為蘇格蘭那時 不想 不想 脫離這個英國 公投 他們都是叮噹碼頭的 嗯 這個英國 公投 脫不脫歐呢 都是一樣 在叮噹碼頭的 到最後是差很少的% 就決定留在英國那裡 原因是因為蘇格蘭 是不想脫歐的 嗯 因為當時英國是未脫歐的 還未脫歐盟 如果脫離了英國 他就脫了歐盟 所以他就不想脫英 其實他想脫英 只是不想脫歐盟 但是今天英國已經脫了歐盟 我想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當然 現在變成因為你 因為我要跟你跟你在一起 我變成我脫了歐 嗯 你明不明這個道理 嗯 現在的問題就是 所以我現在我要回歐盟 歐盟那個身邊 我不是一定要獨立才行嗎 嗯 因為英國你已經脫了歐盟 如果我離開你英國 不跟你分開 我不可以回歐盟的 嗯 所以你說這一天 這一天會不會很久才到呢 我想不會 嗯 嗯 所以 有一些成語 真是很值得的 他說什麼 今天不驅歸故土 他只要軍體也相同 是 你不要再去笑別人 遲早到你 所以我呢 我懶得 現在都大半數人 我很相信一件事 不要做這麼多壞事 同意 今天不報 明天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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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後天報 所以現在英國和美國 搞這麼多事情 到最後呢 我認為 他一定是最後一個下場 就是大家 齊齊 坐艇 千呼所指 現在已經 其實這個是 沒有國出口的 很多人就是敢怒不敢言 很多國家敢怒不敢言 嗯 我不怕 我現在 所以我很開心的 因為我是 我是中國人 我當然可以說的 嗯 沒錯 中國 你說我中國 我當然會說回來 嗯 現在這個英國和美國 已經是成為人類的害蟲 為什麼是害蟲呢 害蟲呢 散播什麼的 病毒 散播病毒 嗯 散播這個病菌的 嗯 你這個英國佬 搞美國佬 搞到這個新冠肺炎 搞這個生化武器 搞到現在我們全世界 齊齊齊齊齊齊坐艇 齊齊死了 你不是人類害蟲是什麼 嗯 我都不要做不要做 你計你其他事情 就是計這個事情 嗯 我已經覺得 你快點忙忙 老實實 嗯 今天我講了多少分鐘 嗯 哦 差不多了 又是55分鐘 嗯 嗯 好 下次再講 謝謝冷眼 我們看到英國整體上高 其實真的是自在業不可活 簡單來說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整個國家 令到我們很懷疑 因為不要說他是不是海盜出身的問題 而是他整體來說 在破壞世界秩序 以及用一些英國人的陰招 這些陰招好像對你好好 其實就是在玩你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今天很感謝冷眼和我們分享一下 對 最大的問題是 你現在做賊就認做賊 嗯 嗯 你不要還在說 為這個世界 為這個地球 嗯 我真的麻煩你省一點 嗯 這個是 你說什麼 又說什麼 再做英才 又說這個高等教育 你說到最後又是賺錢 沒錯 完全同意 嗯 完全同意 是不是 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是去到 是為錢而生活的了 嗯 你知道一個人最慘的事情 就是說 你做每一件事 都是給錢控制 因為你不做不行 其實一個人呢 我就說這個小小道理 但是大家會很清楚 嗯 其實有錢最過癮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麼嗎 嗯 有錢啊 嗯 有錢最過癮的那樣東西 嗯 不是什麼都可以做 嗯 是什麼都不用做 嗯 嗯 沒錯 什麼都不用做 這是最重要的 嗯 我不喜歡跟你說 我不喜歡跟你聊天 我又可以不理你 嗯 我不喜歡做這份工作 我又可以馬上不做 嗯 我不喜歡跟你 我不喜歡 聽到你說話 我也都可以 不用理你 嗯 但是現在呢 英國那些人呢 就是說 現在世界很多人就是很窮的國家 嗯 他是說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扁爛臉 跟人家借錢 我沒有辦法不扁爛臉 扁爛臉 他問人拿回一些賊贓 我沒有辦法不扁爛臉 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支持你 因為那些窮鬼來的嘛 嗯 就唯一送你盧王 盧王達 很多事情呢 他不想做 他都迫著要做 嗯 明知是沒有面子的 都要做 嗯 但是有錢呢 就不用做得這麼難受 嗯 這個是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 真正有錢的人 其實我不是說過 95%的財富 比5%人恐怖 嗯 嗯 你只是一個馬斯克 都已經拿到你2500億美金了 一個馬斯克等於8個李嘉誠 是 這世界有多少個李嘉誠呢 那你可想而知 這個財富是多高度集中 沒錯 所以你還要做哪個才有錢呢 嗯 所以你是共產黨不偉大嗎 中國共產黨 現在他講的是這個共享財富 嗯 他就不想全中國有太多馬雲 嗯 如果中國多出二三十個馬雲 下面的財富就不得開 嗯 沒錯 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們不明白 你就經常罵共產黨 經常罵中國 你懂嗎 嗯 很多人就不懂 就亂說 英國好啊 英國好啊 就去英國了 看看何時送你盧王達 完全同意 多謝冷眼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各位 記得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還有分享點贊 如果可以請盡量看完廣告 因為其實收入都是靠廣告來源 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